S最大是去到XXL 一个色而已 显瘦啊 这个T2000的牛仔 基本上是 变得很舒服 然后穿上去没有耶稣感 就要整体效果穿得非常的显瘦 我要是穿着M size 这个款式我先跟主播介绍哈 给你进去看它的款式先 S到XXL 助理一样是穿得到M 全新的款式 没有啊 PJ没有了 OK 只有一个色 不是高腰也不是低腰 就是正常的腰围啊 中腰的那个材质 前面口袋是functional 前面拉链加扭扣 OK 后面裤头是这样子的 这个裤头就没有rubber elastic 之前有很多是有rubber elastic 这个就没有啊 前面口袋一样是functional的 然后裤脚这边很特别啊 来整体穿在身上啊 裤脚这边左右两侧啊 是这样子有款式的 所以我讲全新的款式 第一次有这样子的OK 然后他裤脚这一边 左右两侧是有一点点这样子slip的啊 就是左右两侧开肠 可是 从前面看啊非常的显瘦 为什么啊 就是你的脚是非常的小 你会看到啊 所以说他这个厂家的 他厉害点就在一边 虽然他是只是说 牛仔裤每次一个色 可是款式方面 常常都是我们预想不到啊 所以说整体啊 这个穿起来是非常显瘦 总之你的裤脚啊 会变成很小 从这边开始 少了一半 少了一半就对了 变成脚是非常细的 那一个 那一个就对了 OK 前面拉链加扭扣 面料就不用多说一样啦 T2000的牛仔裤 这个面料是弹性非常大 然后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 像之前讲的 他这边中间 你会看出会比较浅的颜色 旁边左右两侧会比较深 所以谁要找T2000的牛仔裤 不要错过这个款 因为我们有好几期的 没有这样子 窄裤脚就是这样子slim cut的啊 fitting的 因为我们之前很多的是高腰的 宽裤脚就是那种直筒裤脚的 这个就是slim cut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是full length的长度了 是的 我身上是穿着S s助理是穿着m s到xxl 转后面 像我之前讲的T2000的牛仔裤 为什么我几乎应该说我每个款式多留了 是因为它很适合我们的裁剪就对了 你不会说穿在身上前面这边裤档太长 还是太短之类 然后造成这边太多部不好看 屁股一样它包盆包到很美 你看这种扁屁股的这边不会有多余的布 所以它穿上去就是custommade的那一种啊 最主要是它的面料啊很舒服 很少厂家会有用这样子的面料 因为它确实是它这个厂家很显瘦就是做牛仔 所以说整体是非常显瘦 很多bo客是买了之后都会 尤其是新bo客都会倒回来找 很多旧bo客直接是会说 直接下单他不会问多的 自己下单付款 因为他知道他家的牛仔 他问是不是贴养钱 吃的话他会直接付款 因为他就是要赚找这个厂家的牛仔 我是穿着m size 我穿着m size 要跟下围拉伸 如果能接受贴身 这件款式整体来说 如果能接受贴身 要跟下围这边多个2cm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我是穿着m 所以说很显瘦 它是属于修裤管 再加上它这边的款式 所以说看起来你的小组是非常非常的浅瘦的 所以说找这个T2000厂家 比较属于修裤的款式 不要错过 这一期就是这个款式 另外一款式是属于宽裤的 修裤的就是这个款而已 我们已经声明了 是slim cut 不是直筒 今天没有直筒的 那就是宽裤的 那就是宽裤的 我们待会还有另外一个 Dotally不同的款式 也是T2000厂家 虽然我说这边左右两侧 这样子有开叉 其实穿在身上的时候 它是看不到的 它穿在身上的时候 它的叉是不会开的 是看不到 因为它不是在前面 它是在旁边 看到吗 所以说它的设计感 就是非常的显瘦 看到你的小腿是非常的浅瘦 你要当现在开叉那边 基本上是不会露你的小腿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说 它牛仔裤就属于 9分7分 这个它就稍微开叉 就跟以往所有的款式 它的裁剪是不一样 是它裤脚外面非常特别 然后是属于full length 中腰的 属于要找T2000 这个中腰的牛仔裤 这个一定要带走 然后裤脚这边 它是这样子的 不是瑕疵 没有车道 是它的款式来的 这个这样子的cut 只是在左右两侧一点点 后面口袋functional 面料就不用多说 面料一样弹性是非常大 始终跟助理一样 这一件穿M size是没有问题的 我是穿着S 怎么配搭 其实基本上牛仔裤 怎么配搭都会好看 对 我和助理的配搭的上衣 都是爆款回货的上衣 牛仔裤啊 2T2000的 这一期的话 你要找这样子 比较修身的 ok 比较有曲线的 这个必买款 ok 后面现在讲的包囤包到很好看 就对了 然后这个颜色呢 它不会太浅 或者是太深 它就刚刚好 就很牛仔的一个颜色 对的感觉 对的 它前面这边一样啊 是这样子stone wash 旁边就比较 它这些part 其实它很厉害 它把最弱肉的那个part 都弄到很深的颜色 看到吗 这边是我们的臀 它这边的颜色是特别深的 然后这边就相会慢慢这样子 从这一边中间前的 旁边还是深的 所以他们要洗水这样子的牛仔裤 是非常复杂 那个process是很复杂的 为什么牛仔会比较偏贵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还有就是T2000的牛仔裤呢 它的价钱都是厂家规定 必须要卖的价钱啊 99 要找牛仔裤 这样子的T2000的 不要错过这个款式 我穿着S 助理是穿着M 是跟着我的尺寸下 拿这个款式 戴着M线之后了 那妈咪先说 穿了卫松的 包括你不卫松都好 穿牛仔裤 我们都会建议说 再加腰带 因为它是属于大坦力的面料 你坐上坐下 你还需要兜不兜你的裤子 加了腰带就会有这个问题 我是穿着M 总之如果你没有试过T2000的牛仔裤 如果你买了之后 你都会到回来找他家 就是找这个牌子的牛仔裤 不管什么款式啊 都会 买过的顾客都会在找中 下海助理讲呢 买过的顾客 回来找他们只要知道是T2000 他们直接下单 然后下什么size 就这样子付款 因为他知道他不付款的话 待会就没有了 这个就有到XXL 从S开始到XXL 一个色而已 是属于Full length 总要助理穿M 我是穿着S T2000的牛仔裤 没有的话 我就要介绍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上衣 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 最大是去到XXL 牛仔裤是有弹性的牛仔面料 来自T2000的 助理穿M size 我是穿着S 中腰啊 牛仔裤是中腰 今后他的款式 裤脚啊 这边是左右两侧 是这样子很特别 他裤管那边啊 他很牵手 这就是球机 好像之前是完全没有过的 左右两侧 他是这样子有个slip的 可是他的身上 他不会开啊 他是微微看到一点点 他很特别是在左右两侧 这一边这个 深蓝色的那个trim 有口袋 前后口袋都是functional 前面拉链加扭扣 布料弹性是非常大的 是的 布料弹性T2000的 面料的牛仔裤 都是弹性非常大 跟着助理的尺寸 下单这一件穿M就好了 我是穿着S 很白搭的一件 这一件牛仔裤 牛仔裤 然后这个牛仔裤呢 他就是更以往不要 你看他前面那边 他这边的款式 让你看到你的小腿 是很瘦很瘦 你的小腿整体 是瘦一个满的感觉 因为这款式方面 之前是完全没有过 是水唇型的啦 所以说你找个t 因为我们之前很多t牛仔 就是7分8分 然后裤脚这边 是没有这样的款式 可能他只是加一两粒 可能他只是加一两粒 不会有这些的小细节 这个呢 是跟牛仔裤 不要怕加了 这个蓝色比较深的 然后呢 就会破开 然后整体看我们的小腿 是非常非常的小 还有这个呢 它的长度是属于full length 身高 身高 我的身高160整体 穿起来就是长裤的长度了 所以说要找t2000牛仔 要找跟以往的那些款式不一样的 这一件非常强烈的推荐 你们带着 因为我们之前是完全没有过 这样子的款式 很多可能之前我们是属于7分半 或者9分 然后就是说可能 颜色方面 就属于一些 身上比较深或者比较浅 这个款式是全新的 全新的款式 第一次有 然后呢 中腰是属于中腰 不是低腰或者是高腰 中腰的也比较少 很多时候贴2000 会是属于低腰的比较多 中腰的会比较少 所以说不要错过 这个的数量也是有限 如果你们要 直接建议直播下单 助理穿M 助理穿M 我是穿着S ok 那如果是根据尺寸来讲 如果你们是看到我们提供 其实这个是maximum 加入2cm可以 因为它是大坦力 下围 要为加多一个2cm都可以 前提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接受贴身 ok 前提就是说 如果你能接受贴身 下围 跟腰围 多一个2cm是可以的 来 后面呢 非常的包 就是说它的裁剪 不会有那种多余的布 好像穿了 好像你穿了 你妈妈的裤子 还是说 你去借了人家的裤子 这个感觉 这个的T2000的裁剪 就是说非常棒 然后就是说 找着牛仔裤的 牛仔裤的 牛仔裤装就会了 他是专重 因为可能很多是新顾客干净来 这个厂家还是专做牛仔裤 你买了它的 基本上的话 都会回来找 子民要他家 为什么呢 TANITA 非常舒服 没有耶稣感 我们常讲 你穿它的牛仔裤 好像没有 没有 有一种是没有穿的感觉 因为它是上身的感觉 它的牛仔裤 非常的舒服 如果你的腰位是29 是74cm 你可以接受贴身的话 Suzanne 如果你可以接受贴身的话 可是还是要检查你hip的尺寸 不可以当 你是要当牛仔裤 除了要检查腰 还要检查臀部的尺寸 如果你的腰是29 你可以接受贴身 你是穿得到S的 OK 可是前提就是必须可以接受贴身 可是还是要检查你腰 臀部的尺寸 我是穿着S 你看我穿S 还可以拉伸 我的hip是90 还可以拉伸的 OK Julie可以穿L看一下 Julie没有时间 这样子去穿给你们看 很抱歉 OK 如果你穿了威松的话 我们就建议你绑到 因为牛仔裤 你的威松 这样要戴就好了 因为我穿L戴就不复贴 就没有那种美感了 OK 我穿L代表来讲 就没有那种美感 因为如果我是Betwins 如果这么巧 这条裤子 我的尺寸中间码的话就还好 毕竟我穿L可能就会大 跟码整体就是没有这种效果 因为这一种是Slim Fit的 郑小姐刚才你要 封料款 封料款的